康熙临终前为何两次点名让同一人陪葬,雍正继位后才知父亲高明,康熙帝的遗愿,在他临终前点名要求一个男人陪葬,这让人感到无比震惊,这个请求不仅仅是对亲情的真实,更隐藏着深意,雍正继位后逐渐理解了父亲背后的深厚情感和用意,究竟是什么让康熙选择了这位特定的男人? 在朝堂之上,父子间的情感纠葛又会如何影响后来的帝国命运?这个角色又反映了怎样的政治智慧?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康熙统治大清帝国长达61年,将这个新兴王朝推向了空前的盛世,他历经图治,推行一系列改革,使国力日渐强盛,随着年外体衰,这位睿智的君主开始为皇位继承的问题 日夜思虑,他深知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会让他毕生的心血付诸冬流,甚至导致国家陷入动荡。 康熙曾亲眼目睹过皇位争夺的惨烈,他决心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,就在康熙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之际,他突然下达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命令,著名众臣龙科多必须在他死后陪葬。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,在紫禁城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,大家都在猜测,龙科多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,竟然要遭死厄运,朝臣们私下议论纷纷,有人认为龙科多可能设计谋反,也有人猜测他触犯了皇帝的禁忌。 龙科多出身显赫,是康熙的小舅子,在朝中担任要职多年,他的家族势力庞大,在朝廷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。 多年来,龙科多一直以忠心耿耿著称,深得康熙信任,康熙此举不仅让龙科多本人惊恐万分,也让其他大臣们坠坠不安,生怕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。 一时间,朝堂上人心惶惶,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揣测皇帝的意图,其实,康熙的用意远非表面那么简单,这位老谋深算的帝王正在下一盘大棋,而龙科多只是这盘棋中的一枚重要棋子。 康熙的真实目的,是要为自己钦定的继承人,四阿哥印针,后来的雍正,铺平道路。 康熙深知,皇位的顺利交接不仅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继承人,还需要朝中重臣的支持,他精心设计了这场考验,既是对龙科多的忠诚度考验,也是对印针应对危机能力的测试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,龙科多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绝望之中,他回想自己多年来的忠心侍奉,却难以理解皇帝为何会对他下如此残酷的命令。 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重臣,他深知皇帝的旨意不可违抗,但是,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,他又怎能甘心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,龙科多夜不能寐,整日惶恐不安,他开始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。 试图找出可能触怒皇帝的原因,在绝望中,龙科多开始四处求助,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朝堂之上,又有谁敢为他说话,大家都在观望,都在猜测康熙的真实意图。 就在此时,龙科多想到了一个人,四阿哥印针,这个决定并非偶然,而是龙科多深思熟虑的结果,他知道,在这个危机时刻,选择错误的帮助者可能会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危险, 印针在众多皇宅中并不显眼,但龙科多凭借多年的政治直觉,看出了他的不凡之处,与其他争权夺利的皇宅不同。 印针一直默默无闻,专注于朝政实务,龙科多观察到,康熙对这个儿子似乎另眼相看,他决定赌上自己最后的希望,向印针求助。 四阿哥印针接到龙科多的求助后,陷入了两难境地,一方面,他不愿看到一位朝廷重臣无辜丧命,另一方面,他又担心贸然为龙科多求情,会触怒康熙,影响自己的继承权。 印针深知,在这个充满算计的皇宫里,每一步棋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命运,他开始仔细分析康熙的用意,试图从中找出一条既能救龙科多,又不会触怒父皇的道路。 经过深思熟虑,印针决定冒险一事,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康熙面前,为龙科多求情,在这个关键时刻,印针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胆识,他没有直接请求康熙收回成命。 而是巧妙地引导康熙思考龙科多对朝廷的重要性,出乎意料的是,康熙不仅没有动怒,反而显得心情愉悦,他当场撤销了让龙科多陪葬的命令,更是破天荒地将龙科多提拔为顾命大臣,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,印针虽然为龙科多解除了危机,却也对父亲的用意感到困惑不已。 他不知道,这正是康熙精心设计的一场考验,目的就是要看看他这个未来的继承人如何应对危机,以及是否能够得到龙科多这样重臣的支持。 康熙的这番操作,看似荒诞不惊,实则暗藏玄机,通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博弈。 康熙不仅考验了龙科多的忠诚度,也为印针赢得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,他深知,一个优秀的继承人不仅需要个人能力,还需要朝中重臣的支持。 康熙的这部棋,可谓是一箭双雕,龙科多在面临生死考验时,并没有选择背叛或者反抗,而是寻求合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。 这证明了他的忠诚和政治智慧,同时,印针在危机中表现出的冷静和勇气,也让康熙看到了他作为未来皇帝的前置。 康熙通过这场考验,不仅测试了龙科多的忠诚,也考察了印针的应变能力和政治智慧,为未来的皇位交接做好了充分准备,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。 康熙成功地将龙科多和印针绑在了一起,龙科多也为印针的求情而得以保全性命,自然会对他心存感激。 这位印针日后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,康熙用这种巧妙的方式,让印针在登基之前就赢得了众臣的支持,为其未来的统治扫清了障碍。 康熙驾崩后,印针顺利登基,成为雍正皇帝,此时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 康熙通过那场看似残酷的考验,不仅为他铺平了登基之路,还为他赢得了朝中众臣的支持,雍正回想起当初为龙科多求情的那一幕。 不禁感慨父亲的高瞻远瞩,他意识到自己能够顺利继承大统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康熙的这场精心安排。 雍正出击,龙科多果然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,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广泛的人脉, 龙科多帮助雍正稳固了朝政,处理了诸多复杂的政治问题,在雍正打击反对势力,巩固皇权的过程中,龙科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他的支持让雍正能够更加顺利的推行自己的政策,稳定朝局,随着时间的推移,龙科多的权力不断膨胀,开始对朝政产生了不良影响。 他逐渐变得专横跋扈,甚至干涉皇帝的决策,雍正最终不得不采取措施,限制了龙科多的权力。 龙科多被捕后,雍正帝并未立即判决,而是等待时机,凡是替龙科多求情的人,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严惩,尤其是同家室的族人,更是受到了重罚。 这无疑是在向朝野上下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,同家室的权力已经到了必须被削弱的地步,在这种高压之下,同家室的族人无不尽若寒蝉,不敢有丝毫反抗,最终龙科多在狱中离世,而同家室在朝中的势力也随之被彻底扫除。 直到这时,雍正帝才明白了康熙帝当初要求龙科多陪葬的用意,他是在警示子寺,必须削弱同家室在朝中的权力,以确保皇权的稳固。 康熙的这场政治博弈,不仅展现了他作为一代明军的远见着实,也为雍正的统治奠定了基础,通过这一系列精心安排,康熙成功的在众多皇宅中选出了最适合的继承人,并为他铺平了登基之路, 这个看似残酷的考验,实则体现了一个老谋深算的帝王对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,康熙的这场布局,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问题, 还为清朝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,雍正能够在众多兄弟中脱颖而出,成功继承大统,既有康熙的悉心栽培,也有他自身的政治才能, 他在危机中表现出的冷静和智慧,以及登基后的果断决策,都证明了康熙的选择是正确的, 这场跨越两代帝王的政治博弈,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朝局,也为清朝的繁荣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, 权力的游戏向来如此残酷无情,为了维系江山设计,皇帝不得不做出一些看似无情的决定, 康熙帝临终前的那两次要求,正是他对子嗣的一个考验和警示, 而雍正帝最终也按照康熙帝的遗愿,彻底扫除了同家室在朝中的势力, 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皇权的稳固,维护大清江山的延续, 然而这样的权力游戏并非一蹴而就,它需要精心的策划和布局,需要对权力游戏的规则了如指掌, 康熙帝和雍正帝之所以能够成功,正是因为他们对权力游戏的精通, 他们深知只有平衡好朝野上下的权力分配,才能确保皇权的长治久安, 因此虽然他们的做法看似残酷无情,但却是为了更大的利益着想, 一代英明君主必须学会舍小家为大家,才能真正成就一番伟业, 这正是康熙帝和雍正帝所体现的君王智慧, 也是他们能够维系大清江山的关键所在。